自我革命,這句說話就大了 即是上海玩完,廣州玩完,深圳玩完,北京都玩完 自我革命即是文化大革命 自我革命即是在黨內絕對稱黨、稱軍 稱你所有私有企業 自我革命即是當時共產黨在上海所做的事 將所有好像黃金榮、杜月生 這些真正有情有義的所謂流氓級的 在社會上還有一些地位的人通通的消滅 這個絕對是一個災難 自我革命真是很大件事 你會見到風高浪急,甚至驚濤蟹浪 這件事真的很大 這個絕對是針對台灣、美國、歐洲、全世界 在國內他要做的是收過一系列的黨章和憲法 而且會對曾、孟、剛全面動手 對爆料革命也不會手軟 但自我革命這個詞絕對會是一場 腥風血雨式的中共國內的財富再分配 政治肅稱 而且這個自我革命幾乎可以宣佈 在現在二千多個代表裏面 怎麼都會有幾百個被抓 看著,這件事就大了 自我革命其實是誰搞出來的 這個是當年共產黨最早的時候 張國濤是的 在1930多年的時候他就開始鼓吹 後來才輪到毛澤東 1933年到1937年之間的共產黨 是他們最敏感的時候 這個時候說最多的是毛澤東和張國濤 還包括高江和他的西北軍 接著在文化大革命之前 即是1950多年 毛澤東重提自我革命 這次被文革更恐怖 自我革命 基本上就是說 叫你這樣斬自己的手 斬自己的腳 這樣切了自己的鼻 挖了自己的眼 那就是說 所有人都不會安全 所有人閘都敢動你 不會再有什麼所謂七上八落 全部都廢了 也廢了之前所謂的 不會捉常委 不會捉鐵帽子 不會捉功臣 沒有啊 那就是直接宣佈了習的改革開始了 這件事就大了